身體養好 你看我的聲音 對啊 你聲音怎麼 夠蒼蒼了吧 還不夠蒼蒼嗎 拍到要認愛一下嗎 我沒有要認愛 我沒有愛也沒有聯絡 沒有聯絡啊 會拍到之後 你們如果真的有再繼續拍就知道 真的是我現在行動都非常的正常 就是練球 然後拍YT 然後跟公司 好 運動 然後要不然就是跟姊妹聚會 對 完全很單純 對 很像之前那些新聞 你通過拿過去 因為我要去這裡蓋 運動越好 老吃虎 還是把重心放回公司 然後讓大家看到 因為我們公司現在也在拍YT 之後也會有新的作品給大家看 所以就是委屈是有啦 那當然就是調適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當然前陣子可能媒體 或者是很多的網友攻擊我 說我破壞人家 第一 我真的其實不清楚對他們的狀況 然後我們當時是工作的狀況 然後當然被拍到 我自己覺得說以後在外面 遞著欣慰舉止 因為我其實真的就是一個 在外面大啦啦啦 啊啦啦這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誤會 我當然也覺得這也是我要去改進的地方 當然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聯繫了 然後跟大家 大家真的外界就是不要再誤會了 那天大哥有聯絡 有有聯絡 那天就有通電話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超大的烏龍 而且其實 我覺得他可能當下被爆出來 他可能覺得 喔 怎麼會有這個事情 那他可能就想到三年前一次 可是呢 老實說我根本就已經忘了這些事情了 所以我們通電話的時候 我是屬於很疑惑的 所以就覺得 那這個烏龍就是 怎麼會到我身上呢 然後所以跟他 然後他也跟我說 可是 又不知道誰跟你一起講的啊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說 喔 那就是個誤會 那他可能當下很氣 他就這樣子說 但其實 我不可能去料理自己的 我自己 最近都想要修身養性的 你聽我的聲音都要修死了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所以 就是我覺得 他自己是否認或什麼 我覺得那是他個人的事情 其實跟我是沒有關係的 對 我不關心姐妹們 關心這些人 可是 我絕對不可能去跟媒體亂爆料 因為其實以前 在大學生的媒體 還有全民嘴大導 我其實都很照顧他 對 然後就是 我們也完全沒有任何仇恨 所以我其實也很意外 他這次會這樣跟媒體講 但是我覺得就是 解開誤會 然後我也就是有跟憲哥通電話 然後憲哥就是安慰我 然後他說 哎呀 沒新聞 有新聞終於沒新聞好 想說 蓮花太有新聞 李佳太有新聞 好